《愿主,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,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,我们手所作的功,愿你建立》。 《旧约圣经诗篇九十篇第十七节》 在《圣经诗篇》这卷书里,我猜最多人喜欢的应该是《大卫王》写的诗篇第十三篇。 里面是歌颂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,而排第二名的可能就是《神的仆人摩西》写的诗篇第九十篇。 而根据《诗篇九十篇》所撰写的诗歌当中呢? 最为人所知道的应该是以撒·瓦特斯博士在主后1714年写的《千古宝藏》。 这首《圣诗》几乎成为了英国的第二首歌曲。 《千古宝藏》一共有五节的诗歌,我从第一节就体会到,神是人类千古的宝藏, 在神里面就能得到安稳。 第二节我就体会到,在神的宝藏之下,众圣徒都可以安居。 而我从第三节就体会到,这一位神是自有永有的神。 第四节就提醒了我,在神的眼中看千年如一日,一日如千年。 最后一节就使我得到安慰。 他说尽管时间好像大江河,好像流水那样, 但神又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 单单凭这些这么宏伟的诗歌, 不知道你会不会将作者·瓦特斯博士描绘成为一个很高大威猛的人呢? 但事实上他的身高是不够五尺的,很矮小的。 因为他在童年的时候,身为清教徒的父亲被国教逼白,要坐牢。 他在饱受逼白的环境中长大,以至先天不足。 但是神简算了他,刺逼他不尋常的聪明和智慧,而且思财阳逸。 他虽然体药多病,但也活到六十四岁,写了六百多首圣诗, 还得到《圣诗之父》这个美名。 雅特斯博士的一生,使我想到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十七节的祷告。 《愿主,我们神的荣美,归于我们身上,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,我们手所作的功,愿你建立》。 是的,雅特斯博士自己也不是很荣美,但他一生很努力不懈, 用他的恩赐去歌众神,宣扬神。 结果,神就将属神的荣美赐给他,也建立他手所作的功。 但愿我们也有雅特斯博士对神那种心智,也有摩西对神那种奇缘、祷告。 你说好不好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